说到比利热巴,其实他在很久之前就开始参演电视剧了,但因为是正面比较窄,所以未能得到广泛关注。 但迷惑热巴的演技,还是十分不错,获得了许多白眼的高度肯定,而让他一战成名的角色,就是在克拉六人饰演的高人。 当时的霸气侧漏和女王战,也是一度抢走了女主唐妍的风头,让许多观众对他喜欢的不得雅,毕竟有一个形象和性格都很接地气,感爱感恨更是受到了很多人尊敬,而迷惑热巴,也是娱乐圈中,从小美带大的一位女明星,小时候胖嘀嘀的很可爱,而在出道后,热巴,因为特别爱吃,所以人受奈何胖狄。 但胖狄并不是真的胖,学义里热巴的风格也是偏运动风,虽然他的头很细很直,但他却很少穿超短裤和裙子,一般都是穿牛仔裤,不过热巴一旦却身材,估计很多人都扛不住。 某次出席活动的时候,对席长群的热巴,总是将大家的视线装得死死的,乃得先国清晨。 不过热巴在采访中,却自称全帮最丑,当时许多网友的第一反应,就是这肯定是胖狄太天虚了。 毕竟热巴也是一位秋中很多明星的女神们,像王鹤帝,而且身为一位新疆女女,热巴身上具有着很多令人羡慕的优势,例如大眼睛,尖鼻子,小嘴巴等等。 而在他哨出与室友的合战后,网友纷纷不断定了,都表示这些人使法烂火,那他们到底是丑到极致,还是美到极致呢? 下面跟小太郎一起来看看,其实热巴的三位室友都是很美,其中,人跟人想必大家是不孕生的。 他在拉脚门中,饰演过周易新浪流的妖头,还有两位也是标准的大美人。 看清他与室友的合照后,阿密斯也是终于明白胖敌为何如此吐飞了,原来这是一个神仙情绪啊。 看完他们的照片,网友也纷纷表示凭着人质,他们是吃法烂火的。 那你们是怎么看的呢?你们觉得热巴美还是他的室友们更美呢? 欢迎在评论下方留言讨论,喜欢的话多多点赞和分享。谢谢。